今天必须给粉丝老铁们讲一下 这个汽车工业对一个国家有多重要 比亚迪对咱们中国有多么巨大的贡献 汽车工业从它开始到现在一百多年了 头一次咱们中国的一家车企 在新能源车领域 混动和电动车领域 走到了全世界的领头羊位置 绝对是一骑绝尘 所以说很多人为什么总攻击比亚迪 甚至是自己的友伤自己的兄弟都在攻击比亚迪 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 有可能他被收买和渗透了 我是说有可能 你咱们试想一下 国家的新能源战略都大力支持 像比亚迪这种企业 又给补贴又给开各种绿灯 然后买车还免购置税 是不是 首先这是国家大战略 一旦打仗 现在剑马鲁张 一旦打仗 石油谁用 是不是军队先用 对不对 还有咱们电力非常强 电能不受全世界任何专利所阻碍 反过来咱们全世界电能的专利 都是咱们国家电网 咱们电力非常强 为什么不发展电车 对不对 而且现在比亚迪全世界电动车销量冠军 混动车销量冠军 在国内也是销量冠军 而且都去年已经超过大众了 今年的目标更高 而且随着比亚迪的崛起 又抢了传统的核子车 像日系德系的这个市场 结束了他们在中国逍遥快活 这个正那个就是怎么说 赚的盆满钵满 躺着赚钱的日子 结束了他们的这个日子 知道吗 一个破车 啥都没有传统的1.5T的闭月就敢卖三四十万 甚至有的还加价乱七八糟的 一个小破SUV轿车就敢卖十多万 号称省油 这回比亚迪出来之后 谁更省油 是不是 谁续航更长 外形算空间大 配置高 是不是 安全性高 动力也好 而且闪电系统都是咱们自己 头一次超越整个西方世界 超越整个世界 走到了领先的地位 抢了很多人的蛋糕 切了他们蛋糕 抢了他们奶酪 这种用词都是错误的 简直把他们祖坟都卷了 更何况比亚迪这个价格 平均价格超过二十万了 比亚迪仰望油 把一百一十万的价格 都已经有三万甚至四万的定档了 把那些传统的进口的豪车的市场 都已经占领了 回头查一查 仰望油 是不是世界上销量最高最快 就是这个订单最爆发的这种豪车 是不是 因为比亚迪的车品质好 性价比高 打败了很多盒子和进口车车企 让他们少赚了很多钱 他们本来的车就没有什么性价比 就不止那个价格 他就不应该在中国赚钱赚的那么容易 比亚迪做到了 比亚迪在前方冲锋陷阵 征战沙场 把那些外国人打得稀了花辣的 是不是把市场都抢回来 本来就咱们的市场 然后还要征战世界 是不是 但这个时候有一个 这个本来应该是咱们这个自己民主的企业背后通道的 你说你举报那么多企业 那日系那么多毛病不举报 那那德系那么多毛病 美系你不举报 你为什么偏偏举报比亚迪呢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 你是不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把你的企业控制了呢 是还是不是 不然的话正常的中国人 站在一定立场 知道是中国人的不应该这么干了 对不对呀 再说一下 一辆汽车对消费者有多重要啊 为什么外国那些车能赚的盆满 很多人贷款花很贵的钱 也要买很低配置不安全的一个破日系车 为什么 一个家庭啊 除了房子之外就是车 对于某些人来说 房子都可以不买 因为可以租房 但车必须得有 得要脸呢 最大的刚需就是装逼 或者是除去 还有社交功能 这必须得承认 要不为什么说是好几十万啊 三十来万 低配买一个BB 甚至贷款也要装一下 这个面子很重要 所以说这个车除了一个家庭 一个个人 除了房子就是车 甚至有很多的车 在某些地点啊 咱们不同省份 比房子都要贵多了 对个人和家庭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 你开什么车 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必须承认 如果咱们中国的车的市场 全让外国合资和进口占领了 那绝对全是宠阳媚外了 外国的东西没有那么好 如果每一个个人开的都是外国车 都认为外国的车好 那简直价值观就崩塌了 没有任何民族自豪感和自信了 就全都是宠阳媚外了 那如果这些人 一个中国人都不喜欢中国制造 不喜欢中国的产品 都认为外国好 那还有什么战斗力和抵抗力呢 是不是都认为外国好 那还有国家呢 是不是全是一群宠阳媚外的贵腾狗了 所以说比亚迪的作用和贡献 非常非常大 被很多外资企业 甚至是这个同行 国内的国产企业 兄弟企业 都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都开始围攻他们 能听懂我什么意思过 都不用说是那个 你这个长城 说是实名举报 比亚迪 就是你不实名举报 成天有车 黑 水军 宠阳 妹外的贵舔狗 工资 汉奸 间谍 卖国贼 都在不停的抹黑比亚迪 为什么 因为比亚迪强大 全产业量 车上的所有的部件 都可以自己制造 芯片 电池 闪电系统 都可以自己制造 外国人可能能封锁华为 卡伯 但是他封锁不了比亚迪 这是最强大的 怎么办 阻止不了你 竞争不过你 那就抹黑你 一贯的外国人的 这个作风 咱也不知道长城从哪学的 什么 西洋全法 是他那个长公主 跟日本留学过 回来就怎么回事 就开始抹黑比亚迪了 咱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不应该这么做 如果你长城 你没有被外国人控制 你就这么做的话 我认为你家族观有问题 不只是伤了比亚迪 抹黑了比亚迪 你自己也是 在这个消费者心目当中 那个地位就是 不把你看出 汉奸卖国人以外 也差不多 再说了比亚迪 假如说比亚迪 的车的市场 都不卖的让给你 你也接不住我 你有那个实力吗 给你机会 你也不中用吗 是还是不是啊 所以说 抹黑比亚迪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只能让这个外资企业 看笑话不说 占领咱们市场 中国人就应该团结 一致对外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连这点大局观 这点立场都没有 如果未来你企业 倒闭的黄了 我只能说两个字 活该 对外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o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